前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涉嫌对下属多次雄暴性骚扰因此被迫退职 不过他仍享有19万的退休金 而现在又传出司法院20号开记者会当天 前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疑次向总统府高层谎称不知情 涉嫌吃案包庇 甚至回应并非李博道本人涉案 对此司法院则在发声明强调 是被害下属表示希望保护其身份不曝光案情 才会否认其他机关的求证 并非吃案或包庇 当初是因为身体因素申请提前退休获准 能够回答各位媒体记者的就是司法院没有收到申诉 前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日前遭爆料性骚女下属 被迫提前退职接受调查 而他继续享有月领19万的退休金 不止外界观感不佳 现在案件又爆出了更多争议 6月20号周刊爆料李博道性骚案件 上午7点传出总统府高层 要求知情的前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说明 但林辉煌说爆料案与事实不符 还说并非李博道本人涉案 而当天中午11点司法院记者会上 对外回应还是说仍然不知情 有 我有跟林辉煌院长有做电话的联络 那他是有表示没有收到申诉 受害人4月遭性骚 当时就向前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反应 但6月对外说辞林辉煌与发言人却说不知情 引发外界质疑司法高层处理有问题 对此司法院则在发声明回应 当时受害人反应后就要求李博道先行自行退职 并且依性评法给予纠正以及补救措施 还说是被害人向林辉煌求助时 表示需要保护身份 不曝光案情以及不启动申评会 才会在正式申诉前对外保密 并否认媒体以及机关的查证 认为这是基于当事人的请求 因此并非吃案或是包庇 整起案件如薄阳葱般一层层掀出内幕 前司法高层卷入信骚遗云 却又扯出了更多案外案 就怕赔了司法威信 记者成长杨文豪台北报道